今天主打红茶 王飞快 小青也不慢 对吧 恐惧机二上映后 忙完就开始做准备了 上部预告我们得知 这次场景会重回夏令营 嗯 不由想到血腥死亡营 又是一个没填完的磕 最近没赶上的系列着实有点多 这部追完小青会慢慢补上的 点赞等于加速 寂静屋内 幸存者泽迹 入神地看着电视播放最近的惨案 闹钟将他思绪拉回 自从女巫事后 泽迹就过上定时定点的生活 门需要有数把锁才能带来安全感 唯一的伙伴只有条狗 而这样的日子已持续5937天 这天晚上 宁静被打破 陌生的光束开始扫射屋内 无时无刻都在担心女巫的泽迹 迅速做好戒备 雷霆般出手前置那人 要是杀人魔肯定没那么简单 这次来的是蒂娜和贾许 小沙出事后 他们唯一能求助的只有泽迹 泽迹对女巫唯恐逼之不及 哪还敢出手相助 蒂娜慌了 她不愿抛弃自己深爱的小沙 听到这 泽迹似被触动 改口答应提供帮忙 将小沙绑在卫生间后 三人开始讨论 泽迹说出态度转变的原因 她的姐姐在1978的夏令营惨案离世 而一切都因为她 穿过照片 让我们回到那个炎热的夏天 枯黄的树林 女孩正在奔跑 忽然她倒了 前面还有个拳头还没收回的绿衣男 倒地的女孩就是泽迹 绿衣男有三个女同伙 为首的毒蛇女下达命运 将泽迹绑在女巫兽形的树下 原因很简单 泽迹脱了毒蛇女的钱 两人原本就是死对头 性格张扬也不安分的泽迹 更令毒蛇女怒不可遏 那时女巫的流言还很火 毒蛇女认为 泽迹就是被附身 需要用火烧死 青少年的行为的确很容易越界 这时就需要营地顾问出马 不过泽迹平时没少搞破坏 成次顾问听完毒蛇女一伙的说辞 单方面敲定泽迹需要离开营地 另一问顾问 尼克 以泽迹伤疤被发现的话 后果很严重 阻止了这场驱逐 但对这个拯救了自己的男人 泽迹并没好脸色 他认为这都是太阳镇鸣 为赢得荣耀而作秀 看过一大落子爱情书籍的小青认为 尼克中意泽迹 营地今晚要往色彩大战 泽迹的姐姐辛迪 卑微地刷着厕所 男友托米安慰着他 可辛迪的心态 在衣服沾到苔衔后 还是彻底爆炸 脱米只好进行更深层次的安慰 两人亲密半天也没人打扰 辛迪疑惑 本该一起打扫的其他人去哪了 嗯 他们正在做少而不移的事情 无意撞见的辛迪羞红了脸 当事人短发背和中风男很无所谓 还立直气壮地拒绝干活 辛迪丧气地出了门 正好遇见橙子找他告状 关于刺头泽迹 此时泽迹正在医务室 护士似乎不在 泽迹在他桌上看到本日记 里面关于八连女和女姑的资料 还没细看 护士的声音在背后响起 泽迹扭头一看 发现他刚哭过 护士没说自己的事 只是默默帮泽迹处理伤口 闲着也是无聊 泽迹好奇地问了日记的事 护士才说 他是为了找出女儿八连女发疯的真相 画到一半 辛迪推开医务室 或有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势 果不其然 辛迪上来就是呵斥 主要觉得妹妹被赶出营地会很丢面子 她苦心营造的好形象全会被破坏 泽迹一点也不让步 她提醒没人能走出夜暗小镇 就算姐姐再努力也不行 两人闹得更不开心 辛迪打扫时跟托米抱怨 太激动将海绵擦都弄断 辛迪更觉得所有事都在针对她 而这坏运气似乎又传给男友 她找海绵时 发现收藏刀具的抽屉开了 本以为是托米开玩笑 谁知一转眼护士到来 护士说在墙上看到了托米名字 所以她必须死 这个墙就是出现过小沙名字的墙 因为前面托米就被苍蝇钉了 小青没点赢 但相信大家都发现了 瘦弱的护士失败了 最终被关系精神病院 这时没激起波浪 孩子们一如既往的玩闹 只是茶余饭后 关于护士的八卦多了起来 甚至连巴脸女的事都被当作笑话 当然更多人都说是女护 辛迪并不相信 但她知道男友心中不安 匆忙找到最后见过护士的妹妹求证 泽姬很不耐烦 因为辛迪一直认为护士是可嗨了 泽姬指责姐姐就是不愿面对现实 阴暗小镇 勤凡出事根本就不合理 只有女巫留下诅咒才能说得通 小镇谁也逃不过 说不定下一个就轮到姐姐 辛迪被这些话刺痛了些 妹妹就像魔鬼 说话狠毒又刻薄 下午色彩大战已开始 托米状况越来越差 甚至开始幻听有人叫自己 她认为这是与护士打斗时刻到脑袋所致 辛迪不知道她不舒服 反而缩使托米 夜晚陪她去翻义物室 她必须要找到护士发疯的原因 其实很简单 辛迪看着手中没标签的药瓶 认定护士就是嗑药 托米目光被日记吸引 上面记载着 她跟魔鬼做了交易 女巫在撒旦石上 切下她施掌巫术的手 换去长生不老 在她脚下的泥土 落下女巫的标记 给那片土地笼罩上黑暗 辛迪不以为意 咔嚓 外面突然传来玻璃破碎声 原来是短发妹这对情侣 想进来找药 两人就像土匪 进来就抢药品和日记 辛迪很无奈 短发妹翻看日记 发现有地图 上面标记着女巫的屋子 她的心思瞬间活络 决定要去探险 辛迪怕她出事也跟了去 四人都没想到 这是条不归路 悲剧发生前 让我们来看看 泽绩正在做什么 好学习经验已被不时秩序 泽绩正想逐意 报复毒蛇女弄乱她房间 尼克抛下色彩大战来看她 见到那桶洪水 不由自主想到魔女嘉丽 泽绩见她知道很惊讶 尼克却表示不仅如此 她最爱的就是史蒂芬金的撒冷镇 两人的风格有些相似 随后泽绩采用了尼克出的主意 假装成毒蛇女的心上人 将她约到浴室 只要毒蛇女上当跟着纸条做 就会被虫子淹没 这段太可怕 跳过跳过 反正两人计谋很是成功 这样拉近了他们的关系 有人欢喜 有人愁 愁得自然是心敌 粗心的她没注意到 男友状态不佳 注意力全放在短发妹的身上 森林全都是坑 托米想到日记中的地图 猜测坑是护士挖的 为的就是找到女巫的断手 结束诅咒 心敌自始至终 都不信这些 当中泛男发现 女巫的家后 不是正常的房子 而是伸出地底的洞 短发妹一直不住激动 率先下到里面 其余的人也都跟进 屋里的东西 看起来很有年头 燃烧过的蜡烛 透露出护士可能来过 洞中的地上刻有符号 与日记中的一毛一样 中泛男见没药品 提不起兴趣 想叫托米一起走 托米毫无反应 像是睡着了 里面的心敌 蹲在书架前 听到有人叫她 扒开一看 书架后隐藏着一条通道 比这更刺激的是 短发妹发现 一面刻有名字的墙 宋乃公 八连女 最后一位赫然就是托米 心敌与短发妹 都觉得不对劲 出去时 他们刚好见到 被苍烟唤醒的托米 用斧头干脆利落地 劈开中分男 两女尖叫着逃跑 书架后的通道 是唯一的路 托米也想跟进 心敌使劲踹她 把地洞都震塌陷了 正常人应该会被乱石砸死 可托米只是机械地 拿着斧头往营地走去 金敌虽担心营地之人 但依旧认为 托米是吃错了药 短发妹打破她的幻想 怒斥一切都是女巫做的 两人吵得不可开交 心敌不想多说 转头去找出路 可一圈一圈 她总是回到原点 短发妹嘲笑她 在做无用功 心敌被骂后 灵光一闪 原来日记上女巫的标记 与这里构造一样 说明标记就是地图 跟着或许能找到出路 两人是有希望了 营地却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托米到来时 孩子们还在玩耍 代表太阳镇的队员 装弄了代表阴暗小镇的 眼镜函后纷纷跑走 诅咒不愧是指围绕阴暗小镇 太阳镇的孩子走后 托米就来了 没有花里胡哨的操作 斧头轻轻地削烂眼镜函 尼克与泽记正打得火热 蜘迪分金蜘蛛以及阴暗小镇的怪女孩 尼克觉得那是自然 蜘迪分金超受欢迎 至于喜欢怪女孩这句话也没错 泽记主动凑过去 美好刚开始就被一声尖叫打破 孩子们发现了眼镜孩的尸体 营地瞬间陷入混乱 每个人都感受到生命受到威胁 凶手一看就很残忍 孩子都不放过 尼克与顾问菲菲即是组织孩子会合 泽记心乱如麻 他想出去找没回来的姐姐 尼克不想让喜欢的女孩遇到危险 决定出去帮她寻找 可尼克走后 泽记在别人的提醒下响起 毒蛇女还被关在厕所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 搜寻并不怎么顺利 尼克并没找到心底 只发现一群赌猫猫的孩子 他大声宣布游戏结束 命运孩子们赶快回食堂 可还有人认为这是假的 就像正手人质的太阳震撼 他独自提灯出去问问 阴暗镇的孩子瞬间陷入黑暗 只能用火柴照明 然而失去太阳震的孩子 他们怎么能逃得过呢 托米来了 地上逐渐细腻的火柴 张视着生病的流逝 尼克还不知道后面的惨案 他找到橙子 要求集合孩子 然后开车离开 以铃声作为讯号 泽记不如他那么顺利 他在遍布虫尸的厕所中 紧张寻找毒蛇女 没想到吃了一锅埋伏 泽记使劲扑腾 这才反击成功 两人动静吸引蓝飞飞 他有些搞不清状况 就在这时 隐约有求救声传来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圣伙们将时间往前拉 当托米在营地 打开杀戒时 辛迪与短发妹 正跟着日记找出口 他们一路边走边聊 借此驱在阴暗环境中 恐怖的气氛 几条路交汇的地点 飞舞着成群的苍蝇 和沾满黑水的岩石 往里走 有团跳动的肉糊 他散发着苍蝇 钟爱的酸臭气息 辛迪不敢多看 叫短发妹快走 短发妹却听到有人叫她 鬼使神差的触碰了狐狐 随即她见到无数死亡影像 辛迪搅好的面孔 也变为鬼脸 洞内满是鬼魂 光乱中 短发妹摔骨折了 这个烂摊子 自然又要辛迪收拾 短发妹说出 辛迪将会死亡 这些都是女巫做的 辛迪这次没反驳 一路走来 有太多诡异事件 辛迪很疲惫 她整个人都陷入低落的情绪 为了获得老实信任 她出卖短发妹 她努力往太阳镇的圈子靠近 将所有的不美好都隐藏起来 就是想摆脱阴暗小镇 但泽记总在身边提醒 他们都是受诅咒的 这话的确是对的 辛迪也明白 她只是不想就此认输 短发妹这次没讥讽 因为她也一直用伤害身体逃避现实 这对幼时的好友 打破了多年隔阂 上天也送来祝贺 她让辛迪发现了红色苔藓 与营地侧中的是同种 也就是说 洞穴里营地不远 果然顺着苔藓往前 他们见到了成队的厕纸 上方就是营地厕所 回到现在 泽记打开隔板 见到辛迪与短发妹 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还是立即招呼菲菲一起救人 手中的工具只有小筒 两人要分批上筒 辛迪坚持让短发妹先上 只剩一撕去离石 脱米来砸场了 菲菲脑袋灵朵出走 身子与短发妹一起均入洞穴 情势瞬间危急 泽记36G走为上策 下面的信弟 见不到妹妹急得不行 小筋来主动帮他看看情况 出去的泽记 撞进了尼克 两人躲进生物室 泽记将女巫操作 脱米这情况一说 尼克懵了 只好敷衍地说 他信这话 听到铃声响起 他催促出去上车 泽记却还在纠结他的话 这一耽误 脱米已追来 生物室只有桌椅可藏身 脱米放出毒蛇 帮他一起寻找 毒蛇缠在肌肤的感觉 滑腻冰凉 泽记紧闭双眼忍住恐惧 可在谁也没出生的情况下 脱米揪住了泽记 不由想到懒懒 不同的是 泽记有尼克帮他挡刀 尼克受伤后 还催促他怪逃 泽记含泪出门 然而天爷弄人 他与车子擦肩而过 脱米也抛下尼克 直冲他来 泽记只好往回跑 他努力求生之时 姐姐也在努力 短发女根据日记推断 游如通向食堂 她因腿受伤 坚持要留在原地 可巧了 她坐着坐着流鼻血了 因为靠近女巫 会有血光治灾 短发被直觉叫嚣 女巫断手 就在背后的石头下 心底也在前面 找到了通道 是个下水口 她大声摇晃着铁板呼叫 忽然 一声音乐声 掩盖了她的声音 原来泽记也逃到了食堂 她想用音乐声 隐藏脚步声 等脱米跟着脚步进来 她就在后面偷袭 计划其实很好 只是音乐 在她动手前一秒停了 脱米发现了她 泽记的尖叫声传来 心情听到疯狂的吹炸来 她太怕妹妹出事了 的确也是 泽记面对威猛的脱米 毫无胜算 被扼住喉咙的窒息感 让她手胡乱抓动 摸到个麻包后 套住脱米 哦 原来这就是斧头男徒套的来源 可脱米不用眼睛 也能感知泽记 不妙 泽记可能要栽了 嗯 已经栽了 脱米无情地举起斧头 突然她动作一致 原来是心底到了 她知道这不是心意善良的男友 更何况还伤害她妹妹 下手是毫不犹豫 解决完脱米 姐妹紧紧相拥 心底为忽略妹妹的情绪道歉 泽记也对自己刻薄的言语感到愧疚 在这温馨时刻 通道传来动静 便是杀人魔来追杀她们了吧 露头一看是短发妹 她还带来了诅咒的根源 断手 这样就意味着 她们可以在今晚改变一切 将阴暗小镇 从诅咒中解救出来 看过第一季的人会告诉她们 想得太美了 果然 好奇的泽记 莫断手是流鼻血了 血底上骨头时 她见到了女姑 而这带来的连锁反应就是 糊糊蠕动成为人形 杀人魔们该复活了 包括倒地的托米 女孩们丝毫不知 短发妹还在争取 一起去破诅咒的机会 她想为唯一爱过的男友复仇 心底没有理由拒绝 正当他们决定 为阴暗小镇而战 啪 托米恢复砍倒短发妹 三日壮丽的愿望 如同泡沫被戳破 心底咆哮着冲上前 铲断托米的头颅 可短发妹连告别的力气都没了 杀人魔一个接一个的爬出 姐妹狂奔到刑罚树下 想挖出女巫遗体 但他们被骗了 或许整个阵子都被骗了 刑罚树下只有一块石头 炫养女巫永远活着 而四周也都被杀人魔占据 姐妹俩冲出去的希望 微乎其微 心底做出了抉择 她知道这些人的目标是妹妹 所以逃跑时 她向阿泽推开 自己顶上托米的斧头 情侣最后一面 竟是互相残杀 泽继气不成声 最绝望的是 姐姐无私奉献 没起到作用 她的旁边就是宋奶宫 利刃刺拉一下 插进泽继体内 斧头起起落落 刀子进进出出 姐妹兰满面嗜血 以看不清对方 他们努力想将手勾到一起 死后也要成为好姐妹 天空仿佛 在为这悲剧咆哮 只是没想到 后来的尼克 用急救措施 成功将泽继拉出鬼门关 泽继并不开心 姐姐一人该有多孤独啊 而她与尼克 也没走到一起 因为尼克 终究是典型的太阳镇人 她不信有女巫 自此以后 泽继也没想过解除诅咒 纳王的血水告诉她 女巫会永远活着 闹琳打断泽继的回忆 她收拾好情绪 提醒蒂娜最好快逃 但蒂娜却说 诅咒是能破解的 她知道女巫身体在哪 泽继不敢相信 但蒂娜保证 他们真的找到了 现在只缺断手 他们走后 泽继独自约了尼克 蒂娜与贾续 在阴暗小镇购物中心的树下 找到了那只断手 开车到小沙出事地点来 蒂娜拒绝让贾续跟来 她已经失去了几个好友 不能再失去弟弟 或许因为靠近女巫 蒂娜也流了鼻血 她没在意 快速刨坑 将事故整合好 但就在断手被放上去的一瞬间 她见到了女巫 也见证了1666年 女巫沙拉的诞生 哇 后面的预告 真的很对小沁胃口 阴冷未加开放的土地 小沁最期待的杀人魔牧师 也会出现 话说八连女也超棒 卖着猫布甩着剃刀 哼着歌曲悄悄收割生命 为帅气姐姐打高 不过杀人是不对的 回归正规 小沁觉得第二步 比第一步要精彩些 总结束女巫选人规律 直接被苍蝇钉 会变成无情杀戮机器 如果是雪地在海谷 则是被杀人魔追到死 并且诅咒会一直存在 两部影间牺牲的 基本都是阴暗小镇居民 除了第一部小沙的新男友 第二部也都是 只剩阴暗小镇的孩子时 脱离就会立马出现 剧中配乐很有感觉 尤其是最后的虐杀环节 最强的是 演员这次将人物个性展现的 淋漓尽致 唯一不好的就是节奏过吗 恐惧街的形式更像是电视剧 但不得不说 她成功地挑动了小沁的兴趣 想继续看的 记得在评论区举爪爪 给小沁加满能量继续称 好了啊 小沁粉丝要打烊了 如果喜欢小沁制作的影片 记得帮小沁点个赞 你们的鼓励 是小沁坚持不惜的动力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了 爱你们 一起玩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